每年四五月 何欢山上的杜鹃花 会像这样大爆发 三千公尺的高山 蓝天下的粉红花朵 这绝美自然景致 把游客吸上山 结果花季假日就变这样 人车也大爆发 往前往前不要连停 公路总局普里公务段 跟南投县府相关单位开会 有人提议 为什么不像阳明山花季一样 直接交通管制 因此初步决议 今年何欢山的杜鹃花季 假日将启动 高承载管制 在台14甲线18K 翠峰处设置管制哨 小客车必须乘坐 三人以上才能上山 而接驳车跟椅类客车 则不受限制 建议游客至国民宾馆站 搭乘接驳专车 实施日期四花期 并行公告 实施时段为假日六点到十一点 小客车一定要三人同行 情侣两人相约开心约会赏花 车子就只能停在 国民宾馆站改搭街 搏车上山 但如果是要经武岭上 中横工作的民众或居民 怎么办 警方说 细节跟相关的问题 在清明节过后 还会再开一次会研议 最后要怎么执行 还有哪些明确的规范 都会在四月下旬的 道安汇报 决议之后再同报 TVBS新闻 陈家贵 江俊燕红采伦南投 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